说到历史上最强大的军队 有汉山义和岳家军兰的岳家军 也有八万甚九十万的飞水之战的北斧军 还有横扫欧亚的蒙古铁骑 以及被誉为十六到十七世纪 东亚最强特种兵的七家军 但是在中国历史上还有这么一支军队 同样骁勇无畏勇猛顽强 但是更加令人动容的却是这支军队的悲壮 当别的军队为了国家 为了良想为了荣誉而战的时候 而他们只是为了活下去 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启活军 启活顾名思义就是为了活着 在西晋时期八王之乱引发了五胡乱华 跟许多的末世王朝一样 年年的征战就逼出了许许多多的难民流民 西晋时期 匈奴人刘渊自立为王 当时宾州刺使司马腾派兵讨伐 结果惨败而回 司马腾是大惊失策 恰逢宾州当地有了灾荒 蝗虫四掠 除了草木 连马牛他的皮毛都给吃光了 可以说见什么吃什么 很多地方是卖子求食 以人相识比比皆是 史料记载 俯四焚毁 一野萧条 残败的犹如人间地狱 司马腾看到这个情况 左姓一不做二不休 干脆把并州当地两万户迁到一州 说白了 就是两万多户人家脱家带口 沿途乞讨 好为启活 为了保护弃儿 于是组成了启活军 启活军里面既有无家可归的百姓 也有落魄的贵族 他们都是在这个乱世当中 苟延残喘 朝不保夕 起食求活的人而已 目标只有一个 就是为了吃上半 活下去 可面对手握重兵 野心勃勃的各路枭雄 启活军既要掠夺粮食 也要防止被别人掠夺 龙芒时 皆保自顾 屯田耕种 仙霞时就依附各家参与混战 来获得良想 他们为了活下去 不但依附汉人 也依附胡人 当年司马腾带着这些人 好不容易来到了冀州 但是没有安稳多久 就遇到了吉桑和石勒的骑兵 他们攻陷了启活军所占据的夜城 杀死了司马腾 而司马腾对于启活军 是有救命之恩的 所以启活军为了给司马腾报仇 仰金蓄锐 一举斩杀了吉桑 为司马腾报了仇 但启活军他也走向了 一部分投奔了司马越 另一部分就留在了中原 当他们看到愈演愈烈的五湖乱滑 看到了汉人同胞被当作猪狗一样被猎杀 和芬石他们不仅仅只是为了活着了 尽管他们没有靠山 没有后勤 西晋也没有拿这些流民当作一回事 但是匈奴的刘聪在攻打洛阳的时候 启活军援救洛阳 石勒打幽州 启活军救幽州 多次大战 最终启活军战败 启活军的一位首领叫做陈武 他在临死之前就发布了一道命令 叫做莫要降红 但是在乱世当中 活下去才是最重要 石勒看到启活军的战斗力 于是招降了一部分启活军 而在这里面就有燃敏的父亲 燃梁 尽管燃梁被石虎收为义子 燃敏也成为石虎的养孙 这时候叫做石敏 但是在石家这样一个 胡杰的政权当中 燃敏他是一个异类 他既是名义上的石士 同时又是汉人 更是启活军的拥护者 在那样的情况下 燃敏是启活军 唯一的希望 而启活军也是燃敏 可以倚仗的最坚实的后盾 谢谢大家